中国继续进行虚假宣传 阿易诺尔·阿布多瑞义姆是一位在和田省工作的中共党员 他在新疆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试图捍卫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政策 他声称自己从小就与汉族人一起长大 汉族人在这些领土上存在了很长时间 好像这还不够 他写到维吾尔人总是和汉族人团结一致 庆祝中国人的节日 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尘强烈批评中国的虚假宣传 并回应说 与敌人的团结从未发生过也不会发生 他说中国占领的东突厥斯坦 并将数百万穆斯林任意拒捕并关押在其中营 中国的这些宣传只能加剧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在继续迫害和占领的同时 中国谈什么样的团结 沙特王储支持中国镇压穆斯林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在防华期间表示 他支持中国的反恐政策 然而中国当局目前在东突厥斯坦内 以反恐和去极端化为由 将数百万穆斯林关押在集中营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在北京先后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理韩正 两国共同签署了价值28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在一次声明中表示 我们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与稳定的努力 谁不想唱金剧就会受到惩罚 在东突厥斯坦阿克苏地区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 汉祖教师叫维吾尔做儿童唱金剧 几十年来中国当局一直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童话政策 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不想教孩子唱中国歌剧的父母将受到100至500元的惩罚 印度在克什米尔额外部署1万名准军事部队 本月是策制印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一辆印度部队受到袭击后 印度加强了该地区的安全措施 印度内政部已经下令向克什米尔额外部署1万名准军事部队 官员周六表示 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200名寻求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 寻求结束印度统治的活动人士 维利瑞拉政府22日决定临时关闭维利瑞拉与格伦比亚边界三处口岸 组织美国等国的物资经由格伦比亚运入国内 维利瑞拉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 2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由于格伦比亚政府对维利瑞拉的和平和主权构成严重威胁 美方决定临时关闭联通两国的三处口岸